《上门龙序》第2936章 只有两个阶级 一阵寒暄过后 泡妞心切的布鲁斯·维恩斯坦 便明显已经有些按耐不住 似乎想要尽早结束这场会面 于是 叶晨便对一旁的古斯塔沃说道 我们也不要在这里耽误 点狱长的宝贵时间了 让点狱长安排一下换牢房 以及手机的事情 就可以回去了 古斯塔沃急忙压低声音 对叶晨说道 叶先生不如搬去我的牢房住吧 我的牢房条件是 整个布鲁克林监狱最好的 而且还有电视和WiFi 叶晨摆摆手 我费了挺大功夫 才把我们牢房的规矩立起来 怎么能说走就走 要是瞧不上我的牢房 那就在你自己的牢房里 好好待着吧 古斯塔沃一听这话 连忙摆手说道 反正 那我就还是去叶先生您的牢房吧 对古斯塔沃来说 现在最怕的就是 儿子找其他人来 干掉自己 叶晨有着非同常人的超强实力 而且约瑟夫又对他言听计从 自己只要跟在他身边 那布鲁克林监狱 相信就没有人能伤害到自己了 至于居住条件 这些都是小事儿 命都快没了 条件算个屁 随后 古斯塔沃怕叶晨反悔 连忙对布鲁斯 维恩斯坦说道 布鲁斯 还得辛苦你安排一下 我想暂时搬到叶先生 他们的牢房里住几天 另外 叶先生的手机 你安排人给送过来吧 布鲁斯 维恩斯坦 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脱口道 这太简单了 我这就帮你安排 不知道桑切斯先生 还有其他的事情 需要我效劳的吗 古斯塔沃摆了摆手 一脸暧昧地说道 时间不早了 你还是抓紧时间出发吧 不要让美人们等得太久 我的人会把位置和房间号告诉你 今天晚上 你就尽情享受 有什么事情 咱们明天再聊 布鲁斯 维恩斯坦的心思 早就飞到了 那两个还没见面的世界小姐身上去了 连古斯塔沃都开口了 他自然是连忙答应下来 笑着说道 桑切斯先生 那我现在就安排人送你们回监区 换牢房的事情 我也会一并安排 很快 一名狱警便将叶晨的手机 以及充电器拿了过来 随后便带着叶晨与古斯塔沃 从惠客室离开 送他们回到监区 因为现在正属于放风时间 所有人都在监区内自由活动 所以 叶晨与古斯塔沃 也并没有回牢房 回去的路上 古斯塔沃低声问叶晨 叶先生 接下来还要我做什么 叶晨淡淡道 暂时没什么需要你做的了 从今天起 你就和我住一个牢房 只要我还在这所监狱 你的安全就一定能够得到保障 还有一句话 叶晨并没有说出口 在这所监狱里 自己会保护一下古斯塔沃 但自己能在这监狱里待几天 那可就说不好了 等自己出去之后 古斯塔沃 还有没有被保护的价值 就要自己再重新评估一下了 两人刚回到监区 殷勤的约瑟夫便迎了上来 一脸谄媚地问道 叶叔叔 您事情办得怎么样 叶晨一脸威严地说道 约瑟夫 长辈的事情 你这个晚辈 不要随便过问 知道了吗 约瑟夫连忙惭愧不已地说道 叶叔叔您说得对 是我多嘴了 这时 万事通鲁卡斯鼓起勇气 来到叶晨身边 开口问道 先生 您 您这边一切还好吧 之前 叶晨忽然掺和进古斯塔沃 与约瑟夫的事情 卢卡斯心中虽然担心 可也不敢上前问个究竟 眼看叶晨刚才与古斯塔沃一起走了 然后又一起回来 似乎不像是有什么矛盾和危险 于是便鼓起勇气上前询问 叶晨觉得他还算机灵 便笑着说道 卢卡斯 从今天开始 古斯塔沃就要搬到我的牢房去了 你有没有兴趣 一块搬过来 卢卡斯听得震惊不已 他想不明白 大名鼎鼎的古斯塔沃 为什么会主动搬到叶晨的牢房 毕竟 古斯塔沃现在居住的牢房条件 在整个监狱 那都是拔尖的 只有傻子才会放弃那么好的条件 住到普通的牢房里去 不过面对叶晨的邀请 他还是非常激动的爽快答应下来 连声道 先生瞧得起我 那我就搬去跟先生一起住 在卢卡斯看来 古斯塔沃这种大人物 是自己平时想接触都接触不到的 眼下有这么一个机会 跟他住在同一间牢房里 说不定也是一个人生的机遇 更何况 叶晨这个东方面孔的年轻人 也给了他很大的神秘感 他隐隐觉得 叶晨的来头肯定非常大 甚至大到自己 猜都猜不出来 能跟叶晨拉近关系 那就更好不过了 叶晨眼睛 在附近的人群中搜寻一番 很快便看到了 那个正在一小撮人群里 悄悄看向自己的同牢房 育有迪恩 自打叶晨主动去找 约瑟夫和古斯塔沃 迪恩就一直悄悄 关注着叶晨这边的一举一动 眼见他跟第一间区 以及第二间区的老大 聊得有说有笑 甚至两人对他 还有些唯唯诺诺的样子 迪恩心中更是震惊不已 同时也对自己 今天做死的行为 越来越感到后怕 他不禁在心中 战战兢兢的暗存 他妈的 人家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我他妈不过就是区区一条泰迪狗 真是瞎了狗眼 竟然还想玩老虎的屁股 信夜的 今天没把我脑袋拧下来 塞进马桶 都他妈是上帝保佑了 说着 他不禁闭上眼睛 在眉间到胸前 以及左间到右间 划了一个十字 口中虔诚地说道 上帝保佑 阿门 叶晨见他闭眼祷告 便高声喝道 迪恩 你给我过来 迪恩浑身一颤 顾不得继续祷告 连忙一路快跑 来叶晨面前 恭敬地问道 叶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叶晨淡淡道 你负责从寝室里边 挑两个断手断脚的废物 跟古斯塔沃 以及卢卡斯 换一下寝室 他们两位以后 就是我们的室友了 什么 迪恩下的一击灵 闪电般偷看了古斯塔沃一眼 随后紧张地问 叶 叶先生 您说的都是真的 古斯塔沃见他 摸摸唧唧 便有些不满地说道 你他妈耳朵聋了 还想让叶先生 说两遍吗 迪恩下的魂飞魄散 站立着说道 没 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叶晨瞪了古斯塔沃一眼 训斥道 古斯塔沃 你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在我的牢房 只有两个阶级 一个阶级是我 另一个阶级 是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 你以后 只有听命于我的份 没有资格管理和训斥于你同一个阶级的其他人 明白了吗 古斯塔沃本想当个狗腿子 没想到叶晨还瞧不上 于是慌忙保证道 叶先生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会犯类似错误了 叶晨冷冷道 你又说错了 你不是 不会再犯类似错 而是不会再犯任何错误 否则的话我饶不了你 我以后再犯了